14號晚上8點多 拖吊車抵達板橋大關路三段 先把這輛黑色轎車給拖走 剛剛這輛車停的位置 後方斑馬線上還有血跡 被救護車送走的是一名54歲 孫姓男子 當場沒有呼吸心跳 搶救後還是宣告不治 就一個女生開車 就直接走 可是一開始還會動 後來才沒有呼吸 救消防暴案記錄 還有現場來看 乍看以為是一般死亡車禍 但其實案情不單純 穿潛色上衣 在板橋交通分隊內 做筆錄的這名35歲 胡姓女子就是黑車駕駛 她是這起案件中 不知情的第三方 因為一開始是被撞的 孫姓男子走在路上 疑似不滿50歲的 林姓紀元車司機 在車內抽煙 煙味飄出來 上前制止 兩方發生爭執 孫姓男子被打倒在地 結果就遭胡姓駕駛 開車輾過 事後小黃司機 也被警方帶回作筆錄 這起離奇命案 警方要釐清的關鍵 就是這位孫姓男子 是遭毆打致死 還是被車掩蔽死亡 畢竟這牽涉到的刑責 落差很大 TVBS新聞添加器年幼城 吳宇雅新北三方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